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台湾的汽车驾讯班 好的,我相信有在听我们栏目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一定都对车多多少少有些兴趣 如果你已经成年了,相信各位一定会千万百计去拿到汽车驾照 当然世界各地对于汽车驾照取得规定不一而足 比方说像是欧美,他就比较没有驾讯班这种制度 就是说,不然你就拿一个学习驾照 然后你就到所谓的DMV,车辆管理的有关单位 那么去跟他申请你要考试,然后就直接上入考了 那像在台湾,我相信台湾这边的听众一定都不陌生 是的,我们一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上驾讯班 你也可以去拿所谓的学习驾照 那么在监理机关指定的地点 那么有一个驾照的人陪同你在那边练车 是可以的,但是我坦白说了 我身边认识这么多活人,遇过这么多活人 还没听说过有人是这样拿到驾照的 有一个,我想起来有一个 他说他就是拿学习驾照 他把驾讯班的钱给省下来了 那我们试一下了解,为什么你可以拿学习驾照 然后一干进洞 他就是学习驾照骑满了之后 好像一个月吧 然后他就去监理站,台湾叫做监理站 然后去考驾照 然后一干进洞,意思就过了 后来我们侧没了解,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开过车了 啊,谜之音不能说 那么我相信在台湾呢 像这样子拿学习驾照 然后去监理站去考驾一干进洞的呢 我看应该是不多了 因为呢我们监理站考驾的内容其实有点复杂 尤其是什么,最恐怖的叫做S1进去,S1出来 这个S1是我们在台湾考驾照的一个大魔王的关卡 当然,因为小弟我考驾照 我想一想,哇,都已经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考驾照的制度呢 比以前考驾照的规定多了很多啊 比方说像我们当年啊 我们当年不用录考 我们当年怎么玩呢 就是你去驾训班报名了之后 那么到了结业的好像前两天吧 就是你准备要上场考照的之前呢 他会带你去外面开个两圈 而且呢当年呢我是考手牌的驾照 因为台湾目前还是分手牌跟自牌啊 那那个时候我考的当然是手牌嘛 对不对,身为男人嘛 男的子,当然要开一个手牌车 所以呢我们本来想说 哎呀那上路那个可以去做道路体验 那个不叫道路测试哦 不叫道路考试啦 叫做道路体验 那时候想说哎呀那可以开手牌车上路啊 没有对不起 驾训班为了保险解释呢 来让我们开自牌的车子上路啊 那这个自牌车的上路绕个两圈啊 当然不如不说 你在驾训班的场内在练习 再怎么多次呢 上路还是会比较紧张啊 那好在呢我报名的那个驾训班呢 在荒郊野外 这个附近没什么活人 而且呢他特别规划一条 更没有活人的路线 让我们开个轻松又愉快 可是呢现在呢 我看年轻一辈在考照啊 都要加考这个路考 那么还有什么项目有的没的 你要确实的摆头啊 要确实的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我看的是有点眼花缭乱 当然了我们今天并不是跟各位介绍说 哎呀你要怎么样通过驾训班的考试啦 你要怎么通过驾训班的考试啦 你要怎么通过驾讨的考试啊 我们今天倒不是跟各位讲这个 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闲聊啊 我当年我们考驾训班 遇到有趣的事情 当然了也非常欢迎呢 各位在听完看完我们这集节目之后呢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你有什么有趣的驾训班的体验过程啊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其实因为我家是在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搬到台南去了 那小学三年级以前 我是住台北的板桥 当时还叫做台北县 现在叫新北市 那在板桥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住在市中心啊 板桥的市中心啊 所以你说跟驾训班有什么接触吗 几乎是没有 我只记得当时我们住在板桥的新补 那么往万华的路上呢 就是文化路走到底 有一个叫华江桥 就是万华到江子翠 华江桥下面是有个驾训班啊 那我记得我每次坐公车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面 经济条件比较没那么好 那么坐公车经过 或者坐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呢 都会多看来 哇那个驾训班 好好好令人羡慕 为什么呢 各位都知道嘛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车子的话 小时候一定很多那个小汽车的玩具 对不对 玩来玩去玩去 你看到驾训班就觉得 好像是你桌上还是床上那种场景 为什么 因为驾训班的车就是这样子 这个慢慢开慢慢前进慢慢后退慢慢前进慢慢后退 好像就是我这个我床头柜的场景的放大版 很好玩啊 所以每次经过都会多看个两眼 更重要是什么 驾训班成本经济考量嘛 一般的驾训班呢 用的车辆都不会是太新款了 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台湾这边的驾训班蛮有意思的 其实呢 如果你有走去世界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很多地方的驾训班 他们的车子都是买全新车 台湾买全新车的驾效不是非常的多 尤其什么 尤其首排的车款 大部分都是一些已经退役的 比方说这个车辆啊 计程车啊什么的 只要便宜就好 便宜皮实耐用就好 那像比方说像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们大部分都是买全新车 因为车商有针对驾训班推出驾训班的车型 日本也是如此的 甚至呢 像之前那个Honda的City啊 在日本叫做Grace 他还有针对驾训班推出 手排的驾训车的版本 也就是说呢 一般民众你是买不到Grace 就是Honda City的手排 可是呢 你去驾训班可以开到Honda City的手排啊 这个相当的有趣 好 回过头来啊 那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驾训班也好 现在看到驾训班也好 很多手排车型都是一些 这个老玩意儿啊 像我当年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的都是一些 玉笼树立啊 你上的Sony 老的这些Sony 所以呢 看了特别的喜欢 因为我本人就喜欢老车嘛 那么甚至十字今日啊 这个经过的驾训班呢 我也会多看一下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车子啊 那么我搬到台南之后呢 因为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工业区啊 那每天呢 我要走路上学放学 走路大概要走 以我当时的矫程大概要30分钟啦 那我现在 以我现在矫程 我看15分钟应该走得到 那么这个小学的时候 上学放学 当然不会太专心嘛 当然除了要看路有没有车子以外呢 还要看路边有什么有趣的车子啊 这关于呢 我以前在国小的时候 路上有什么有趣的车子呢 我们在先前已经跟各位有这个节目介绍过了 我们这边就不多说 但是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呢 前面的一个弯角 那边有个驾训班 那个驾训班呢 我每次经过都会多看两个 哎呀 他有什么车子 哎呀 好羡慕这些车子 哎呀 慢慢的 一开始是看这些老车型 后来就是在那边幻想说 哎呀 会不会哪一天呢 我真的有机会到这个驾训班 好好的这个练车呢 哎 果不起来的 真的蛮有趣的 后来我就真的在这间驾训班 拿到汽车驾照的 当然就是后话了 所以呢 在还没有成年之前呢 我经过驾训班都是那种抱羡慕的眼光 除了看里面有什么老车型外呢 就想说 哎呀 哪一天我可以这样子握着放尿盘呢 呃 在驾训班里面赶快考到驾照 那么实际的上路了 好的 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哦 这个等到我上了大学之后 因为我是比较晚出生的 这个在台湾的学制来讲 我们是以九月一刀切嘛 你如果是九月以后出生的 那你可能在高三的那一年 你就满18岁 你就可以考驾照了 像我呢 我是比较晚出生的 不好意思 我等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我还没成年 我高中毕业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成年了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成年的时候 以台湾的习惯 是先考摩托车驾照 所以我在高三升大一的暑假的那个时候呢 反正吃饱撑着没事干嘛 就去考了摩托车驾照 那么等到了 我记得好像等到我满了20岁的时候 家里才让我去考汽车驾照 那么当时呢 我说我国小每天会经过的那间驾训班 嗯 还在 那我当然理所当然 就选这间驾训班了 哎呀 就去给他报名了 那现在了 听说现在这个驾训班 在台湾的报名费用呢 是比以前贵很多 我记得没错的话 当年我们手排车 是比自排车便宜一个500块钱 那手排车 我如果记得没错 好像是7900块钱 那自排车是8400块钱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那我们当时是觉得 而手排车比较便宜是正常的 因为手排车车型比较老旧嘛 当时我去报名的时候 手排车型还是所谓的树立303 这个如果用国际版来讲 应该叫做Sony的B210的这种车型 那自排那个时候用的是福特的嘉年华 Ford Festiva 也就是所谓的Kia Pride的这个车型 当然那个自排车型 它大概是1989年1990年的车型 手排的车型呢 大概是在1985年84年的那时候的车型 所以呢 我记得那时候树立303几个特点 第一个没有冷气 第二个没有动力方向盘 第三个你这驾驶座跟乘客座的底盘 是可以看得到地板的 因为当时它的组装的品质就没有说很好了 所以我们都戏称说 这个树立303本人是有排水孔的 那相对的嘉年华呢 它有这个冷气 那么它这个地板是看不到地面的 那开起来的舒适度也比较好 有动力方向盘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 哎呀那自排车贵500块钱比较好 不过了我刚才讲 身为男人嘛 当然要开手排的是不是 而且手排又便宜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报名的第一天 报名之后呢 那后来我们就就去上课了嘛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分 所谓的上午下午跟晚上的梯式 现在应该也是一样了 那我当然就报名晚上 为什么热嘛是不是 因为暑假算是大旺季啊 因为学生要报考嘛 平常上课的时间 没办法去报名教训班 因为我记得以台湾的制度 好像教训班你要上课 三个礼拜左右还是一个月 我现在也真的有点忘了 那你如果平常上课 先九月到隔年的六月 寒假除外了 你要报名这教训班 就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你会影响到学业嘛 而且那时候我学业在台北 那我那时候呢 就报了晚上 因为白天真的是太热了 教训班也建议我们 能报晚上就报晚上 因为呢 虽然苏力303 它上面没有冷气 但是它有一个遮阳板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讲 台湾的夏天的太阳啊 各位有晒过就知道 那个遮阳板没什么屁用啊 好了 那我就在晚上这个报名 我就报名了晚上场 并且呢 我记得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 本来满心 哎呀 我是不是可以摸到车子 没有 第一天上课呢 除了老师在上课 讲一些基本的道路 交通安全观念以外呢 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让你去转方向盘 就它会有一面墙 有很多椅子啊 把方向盘盯在 那个墙面上面 让你去转 当然那个方向盘 它没有什么回馈的力道啊 就是说 它不会说啊 那左 往左打往右打 有个什么 1.5圈的死点 没有 就是让你一直转 那转的方向盘 当然也是速力303的方向盘啊 那我本来想说 哎呀 怎么第一天没办法摸到车子 有点可惜啊 但是没关系 算是人生第一次握上了方向盘啊 而且是握真枪实弹的方向盘 当然了 以前在家里的车子也有偶偷握一下了 不过这次是正大光明的握 那我记得第二天 第二次去驾训班的时候 他就让我们摸到车子 可是呢 只让我们在副驾驶座 去观察教练怎么去示范 因为我们当时哦 考照的内容 就场地的考内容 应该跟现在场地考内容 应该差不多啦 我记得没错啊 就是会有个大直线 那直线你必须要换到三档 手排啦 自排好像要开到时速40公里吧 那么紧接的是入弯 那会有比方说有十字路口 会有这个平交道 双红警示灯 那么会有一段上坡起步 那么要考验到你会不会拉手扇 那会不会这个起步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闭来话叫逗退路啦 就是会不会往下掉 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路边停车 还有所谓的最魔王的关卡 S1 一个S型 宽度好像1.5米还是几米 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反正不是很大 那么你要开进去 然后再开出来 那我记得第二天跟第三天呢 大部分还是教练在开 然后教练会告诉我们技巧 尤其是什么 恐惧 我相信每个去过驾驶班都知道 你要进S1 或是你要进路边停车 他会告诉你 你要看第二棵树 第二个指标 那看到第二个指标 你方法打几圈 往左打往右打 离合器怎么放 他会告诉你那个口诀 大概到了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呢 教练就会让你在上面练车 可是教练会陪同着 会看着 因为一开始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当然了 在那个年代呢 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很确定 那那个年代 虽然我们考试首排车 可他离合器的怠速都调很高 所以基本上你离合器很好踩很好放 很难去熄火 大概只有上坡起步 你真的很逊的时候你才会熄火 那所以一开始开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是 没有经验嘛 所以很容易熄火 但是呢 大概开个以我的经验 开个两三圈 其实就OK了 那教练看我这个人的sense也算不错 所以很快就放我自由赶快去陪其他的这些学生 这些更需要照顾的学生 因为一个教练呢 同一时间好像会有别的学生 这个制度我不是非常确定了 那么我记得后来 我这样慢慢开上手了之后呢 其实大概第二个礼拜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就第二个礼拜基本上每次去的时候就在那边玩 不知道玩什么 然后也曾经说呢 开得太快 被其他教练制止 不可以开那么快 因为像我们说那个直线要换到三档 我就故意给他换到四档 当然这个速度就会速差很明显 因为你发现其他车子都是用一档在开 一档在乳行 那只有你忽然砰这样开那么快 而且速力33那个车子 其实他的那个引擎应该是OHV的 所以他如果转速拉起来 那个声音是蛮明显的 所以马上就被人家制止了 这个也是相当有趣的插曲 其实开久了就大概就已经习惯了 所以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就满心情来说 要什么时候可以直接上路考 那么当然习惯归习惯 我最常挂掉的还是在S1 其实我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台湾的驾讯 就是台湾的考照制度要考一个S1 当然它S1我记得是进去你不能压线 出来好像可以压线 出来压线不扣分 进去压线就扣分了 我真的坦白讲 我拿到驾照之后上路了这么几十年 我真的没有遇到哪一条路真的是像S1 好如果真的有遇到S1那怎么办呢 那一定是叫人下来帮忙看 尤其是S1要倒车的出来 你说前进的话我们还可以 S1倒车出来一定叫人下去看 而且现在汽车像有什么倒车影像倒车辅助 好像BMW还是奥迪 还有那种技功能 就是如果你开错路了 你按一个按钮 它还可以帮你回溯三十秒 之前的开车的路径 相当的方便 是不是 我就搞不懂S1这个东西到底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好比现在台湾的考照制度 汽车来讲还有分手牌跟自排 我觉得手牌车考照制度也算是落伍了 各位你看 你现在去市面上到底还有什么车友在卖手牌 除了货车 就算货车的话 它也有自排 像是三吨半的那种车型也有自排 对不对 那么你说一般的轿车现在哪里去买到手牌 就像是法拉利Lamborghini 那个都已经没有手牌了 全部都是自排了 所以我也觉得未来自排 手牌轿车考照制度应该会被废除 就跟台湾早年摩托车你要考照 是不可以骑速克塔过去的 你一定要骑挡车 而且它要让你在直线的时候 一定要打挡上去的 可是后来因为挡车越来越少 就开放速克塔也可以去考摩托车驾照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各位你想要开手牌车去考驾照 那要趁早 而且还是跟各位提醒 现在考照制度 我已经看到已经复杂到 我已经搞不懂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考汽车驾照的话 麻烦你趁早 你不要拖拖拉拉 不然哪一天搞不好考你汽车要跳火圈 要飞越黄河什么就说不定了 当然这开玩笑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跟各位分享我的驾训班的经验 先到这边为止 那么到底我们实际上场考照 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还有后来我在驾训班 还遇到一个更有趣的场面是什么呢 我们就留在下期节目 就去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在驾训班 你在考照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过程 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哈拉 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交流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l Seer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